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一度沦为了齐国或者是楚国的小弟 那么咱们今天讲的竹志武退秦师这个时候 郑国已经非常弱了 而且他这个时候还得罪了当时的老大 当时的老大是谁呢 就是我们前面两次讲到的晋文公重儿 那我们说晋文公当年在成为晋国的国君之前 曾经先后在多个国家流浪 一开始的时候在敌国待了12年 后来又被赶得到处跑 去过魏国 去过曹国 去过宋国 去过正国 去过齐国 去过楚国和秦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国家的国君对他比较好 比如说齐国的国君 当时对晋文公是非常好的 当然 齐国那个国君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这个人眼光非常的长远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当时的公子重儿 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所以一度呢 晋文公在齐国都不想走了 大家知道后来晋文公怎么离开齐国的 是被他的手下灌醉了 然后拉在马车上拖走的 就晋文公当时一度觉得说 人生在世好好享受一下就不错了 所以说我这个这么多年了 对吧 还不能享受享受吗 所以在齐国的时候根本不想走 结果灌醉了之后被拖走 当时晋文公非常生气 追着他的舅舅胡衍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 戒子推的时候提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谋臣 追着他的舅舅到处跑 说要是我们这个事将来成不了 我就吃了你的肉 这个胡衍当时就特别逗 就回答他说 如果这个事成不了呢 估计咱都不知道死在哪了 我的肉也不知道被谁吃 但如果这个事成了呢 整个晋国都是你的 那么多好吃的 你也不稀罕我这个肉 所以最后晋文公还好 有几个鼎立的大臣的帮助 最后从齐国还是离开了 那么这属于他在流浪的时候 比较好的时光 当然也有非常惨的 比方说我们上次提到过 在曹国被曹国的国君轻灭 听说你这个长的哪个地方有点缺陷 我要趁你洗澡的时候瞅一夜 再比如说在曹国可能饭都吃不上 还有一个很惨的地方就是在郑国 跑到郑国去的时候呢 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文公 郑文公对他非常的无礼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补充一个 史记晋世家里面讲到的故事 说当时晋文公到了郑国 郑国根本就没有以礼相待 那当时呢 郑国有一个大臣 还在劝谏郑文公 说这个晋国的公子崇尔 这个人非常厉害 而且他手下呢 有很多很贤能的人 所以这股势力我们不可小瞧 更何况郑国跟我们晋国 大家都是同姓国 我们都是基姓 所以最好能够对他好一些 但是这个郑文公很明显 不是一个能够真正识人的人 他看不太懂这个宠尔的巨大的潜力 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的理由是 诸侯国里边逃亡的公子多了去了 我每个都以礼相待 我们郑国不穷死了 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呢 他的这个大臣又说 那好吧 那如果你不能够以礼相待的话 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是我们众国的威胁 因为他说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对吧 你今天对他不好 那接下来要不然你就做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先把他杀掉 杀掉他 防止他将来对付你 当然这个郑文公也没当回事 也没有听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竹之舞退秦师 讲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讲多年之后 公子从而回到晋国成为了雄才大略的晋文公 这个时候他就要回来找这个郑文公算账了 所以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晋侯秦伯为政 晋文公和秦牧公 两大君主带着两国的部队过来围困郑国 而郑国此时已经是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国家了 那来打郑国的话 当然要有一个明确的理由 我们以前经常讲出师要有名 打人要有非常明确的理由 为什么我要打你 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无礼于晋 就是当年我们晋国的君主在外面流浪的时候 你们郑国对我们无礼 对我们不好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郑文公 没有以礼相待 第二个原因呢 叫二于除也 这个二的意思就是同时 有两个主人 也就是说郑国当时作为一个小弟 你一方面服从了晋国 另外一方面又在背后偷偷摸摸的认着这个楚国做大哥 所以这是两个 晋国和秦国要攻打郑国的原因 而且呢 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了 说晋军寒陵 秦军樊南 樊南和寒陵是两个地方 樊南大概在郑国的北边 樊南在郑国的偏南部 也就是说晋国的军队已经驻扎在了郑国的北部 而秦国的军队呢 已经驻扎在了郑国的南部 你就会发现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 感觉郑国人要完蛋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前面讲的这个背景里面 好像有某个地方 有点漏洞 是个什么漏洞呢 就是大家会发现攻打郑国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无理于尽 一个是二于楚 这两个原因跟谁没关系呢 跟秦国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我无理于尽 你秦国来打我干什么 我二于楚 跟你秦国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里面其实郑国有没有生机 还是有生机的 但是这个生机就存在于你能否成功的说服秦国人 不来攻打你郑国 所以我们今天这篇文章 关键讲的就是郑国的派出的这个使者 叫竹志武 他是如何去说服秦国的君主 让他退兵的 我们叫他叫竹志武退秦师 好 那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呢 郑国有个大夫就开始讲话了 这个大夫叫义之胡 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太大的名声 我们今天知道他主要就是源于这篇文章 那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可能也能够看出来 义之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义之胡在这个很危险的时候 就告诉郑国国君 他说国威 说我们现在国家非常的危险 因为两个当时最强的国家 把我们给包围了 对吧 而且现在就马上要攻打我们 那怎么办呢 若使竹志武建秦军 施必退 他就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派竹志武去建秦国的君主秦木公 只有这一招可以救我们郑国 而且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敌军是一定会撤退的 那我们先不去看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来想一想 这个说明这个义之胡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这篇文章之所以叫竹志武退秦师 结果一定是成功的退掉了秦军 也就是说义之胡所提出的这个建议 最后成功了 那说明义之胡其实是一个非常懂得识人的人 他能够明白竹志武这个人的能力所在 这是义之胡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的是 整个的竹志武退秦师 为什么不是去退禁师 因为禁军你是退不掉的 你只能去退秦军 这里面唯独有可能有缝隙可以攻击的 就是秦军在这里攻击你郑国的理由 所以呢 其实义之胡是定了大的战略方向 就是我们怎么去让敌军退败 只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通过说服秦国的君主 然后让秦国撤军 从而获得胜利 那么也就是说 一只胡他才是竹志武退秦师的战略制定者 但是为什么一只胡不自己去呢 很有可能是一只胡并没有这个信心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事可行 可能成功 但是他的成功的几率并不大 或者说他的难度特别高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能说会道的 很会讲话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一只胡就推荐了这个竹志武 在此之前 竹志武这个名字 你在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甚至竹志武 竹都不是他的姓 我们今天有姓竹的 这个竹这个姓从哪儿来 就从竹志武来 说竹志武的后代才姓竹 实际上竹呢 是当时的一个地方 这个之呢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德 也就是说竹地的 一个叫武的人 叫竹志武 那通过这个我们也知道 竹志武的身份 其实是非常的低微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大姓的这些 往往都是君主的后代 那比如说姓姬的 这往往是周天子的后代 周天子当时把自己的亲人们 分到各个地方当国君 他们的后代可能是姓姬 还有一些大姓 比如姓姜的 或者姓什么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竹志武 第一是没有讲他的姓 第二也没有讲他的事 只是告诉你 这是竹地的 一个叫武的人 说明这个人的身份 地位是非常卑微的 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左传当中啊 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作品里面 曾经提到 给他的一个名特有意思 叫羽正 当然羽正是干什么的 羽就是养马的那个马卷 羽正你可以理解为是养马的官 这个就跟某一个小说 特别有相似之处了 西游记里面孙悟空那么大本事 上天给玉皇大帝干的官是什么 叫毕马温 对不对 就是个养马的 所以其实说白了 这个竹志武在当时啊 被启用之前 是郑国一个养马的小官 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郑文公确实不太会使人 不太会用人 人家有这么大本事的一个人 你让别人去养马 对不对 但是在现在国家非常危险的时候 别人跟他讲说 你必须要让竹志武去建秦军 那这个时候呢 郑文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他就只好答应了 听从了这个建议 那接下来竹志武会不会这么做呢 不一定了 我们来看后面会讲什么 词曰 臣之状也 犹不如人 经老已 无能为也已 这个词 就是推词 也就是说 当郑文公跟竹志武讲说 你去劝秦军退兵 竹志武的反应是 不好意思 干不了 为什么干不了 没本事 为什么说你没本事 当我以前年轻力壮的时候 我都没有别人好 更何况现在我一把年纪 老骨头一把 干不成这个事 那这个话大家听完了之后就明白 其实是在干什么 有点发牢骚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我原来年纪轻轻轻身体健壮的时候 你都不用我 把我 这个这么个安排法 让我去给人养马 对吧 那现在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你想到用我了 不好意思 干不了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竹志武是 有点牢骚在里面的 当然另外一点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竹志武 可能也想看一看 就你郑文公 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决心 去干这件事情 对吧 我简单一推词 我说 哎呀我不行 因为咱俩不是那么熟 你以前没有那么重用 我没有那么信任 你突然间跑过来跟我讲 说让我去完成一个 这么重要的救国救亡的任务 你是真的相信我吗 所以这个时候 竹志武提出了一个推辞 说我觉得我干不了 那郑文公怎么讲呢 郑文公的这两句话 就特别有意思了 第一句话 你们知道 要打消一个人内心的牢骚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是真诚 就是一定要特别真诚的跟他讲 对不起 我错了 以前是我不对 对吧 这个郑文公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说 无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过瘾 翻译过来就是 我呀 没有早点重用你 现在国家快不行了 我才来求你 这确实是我不对 也就是说 竹志武虽然是拐弯磨脚的 表达了一番自己的牢骚 但是郑文公呢 把这穿户纸给戳破了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确实是我不对 我应该早点用你 以前是我错了 所以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呢 竹志武可能心里面这个牢骚就没那么重了 但是讲完这句之后 他又说了第二句话 这句话也特别有意思 他说 然郑王子亦有不利焉 说如果我们郑国灭了 被这个秦军跟晋军给灭国了 那么子亦有不利焉 子就是你的意思 你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你也会有所不利 所以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假如郑国灭亡了 对竹志武会有什么不利呢 我们前面讲到竹志武只不过是一个老头 郑国的小官 如果晋国秦国真的把郑国给灭了 其实竹志武这个人受不到什么严重的牵连 这个大家是可以想象的 我们一般把一个国家灭掉 最倒霉的是这个国家的国君 以及这个国家的重臣 对吧 重臣还好一点 重臣还有可能再次被启用 国君是最倒霉的 像竹志武这样的一个养马的小官 按理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但是在这里面 郑文公讲说 你也会有大麻烦 那我们就想想到底有什么大麻烦 可能有一种我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自己的国家被灭亡了 然后整个人就变成了亡国奴 感觉这个是个大麻烦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句话从郑文公的嘴里说出来 其实里边有一种浓浓的威胁的味道 就如果我们郑国完蛋了 你也别想唠着好 就这个感觉 子意又不利 所以呢 你会发现在竹志武去劝秦国人之前 先发生了一段是郑文公劝竹志武 说你赶紧出来帮我忙 而且这个时候呢 竹志武是满肚子牢骚 对这个郑文公一肚子不情愿的 就不想出来帮你忙的 那郑文公怎么劝竹志武出来帮忙 核心就是两点 第一点是真诚的向他道歉 打消他内心的这种牢骚 不满 第二种就是 如果你来 当然高官后路 如果你不来 你后面可能等着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 郑文公在这个时候 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把竹志武成功的请了出来 那么竹志武当然也就答应 乃许之 那后面他怎么去 建这个秦伯 怎么去劝秦伯 这是下面我们要讲到的故事 好 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亮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